到墓中长庆元年的时候 在宜魁州赐史 就是现在的重庆那一带 四年的时候 洗河州赐史 就是现在的安徽 到文中大和元年的时候 造环受祖克郎众分尸东斗 三连为礼不郎众 后来做过苏州 汝州同州赐史 开成元年做太子宾客 分尸东斗 他的一生大概这样 他的词 就全唐五代词所收的来看 有三十九首 我们今天讲他的四首柱子 两首让逃杀 一首以江南 在唐诗十二讲里 我们也介绍了他的柱子 那个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诗来讲的 其实柱子首先就是词 你看花间词里面 就收了孙光县的两首柱子 它首先应该是词 这些很熟悉 大家读一读 好吧 柱子 开始 你看这个作品的就是当时的歌词嘛 我们对这个作品 我们对这个作品并不陌生 它就是写爱情的 它用来笔信 花的特点是火热 但是易衰 水的特点是缠绵 而且悠然不尽 所以说花红易衰是狼翼 水流无限是浓肘 这两句就有一声淡淡的忧伤 再看作词 再读一遍吧 作词开始 你看前面那一首是写爱情 这一首写什么呢 写世道人心 写世道人心 它不直接写 它是用笔信来写 所以这就体现了民间文学的特点 用渠塘侠的石鹅滩来做比喻 渠塘侠就是长江山侠之一 在现在的重庆市的凤坚县境内 渠塘侠的侠口 过去有一块巨大的石头 巨大的礁石 叫燕玉堆 燕玉堆 巨大的礁石 每年到了五月的时候 江水就暴涨 礁石被淹 行传人看不见 往往触礁翻船 发生事故 死人 如果要到了 到了七月八月 反而没事了 因为那水啊 水更大了 把礁石完全淹没了 那么到了冬天呢 水位下降了 礁石看得见了 也没问题 就是这个五月容易出问题 所以礼白的长江行不是讲 五月不可触 原生天上哀 这五月是一个最容易触礁的季节 那么这个 渠塘潮潮 十二滩 此中到了古来南 燕玉堆还只是其中的一个滩 其实渠塘下有十二滩 这个水啊 留在这个礁石上面 或者说这个礁石挡住了水之后 就发出潮潮的声音嘛 所以此中到了古来南 自古以南 那么他之所以会潮潮的声响 那是因为礁石挡住了水嘛 是有原因的嘛 可是人心就不是这样 人心是无端的起波了 因为我们现在话就无端的 他要跟你搞搞正 是吧 是常恨人心不与水 等贤平地起波了 等贤就是无端的 无端的他也起波了 他不像水 那个渠塘峡口的那种潮潮的声音 他是因为石头挡住了水路嘛 那有原因的嘛 这就没 你看这就一样笔记 这讲人心 讲世道人心 你说有些人他为什么喜欢搞点试费呢 无端的搞点试费呢 他并不是因为别人有什么问题 并不是因为别人得罪了他 这是他觉得要搞搞别人 觉得别人妨碍了他 所以这人心大大的坏 你看用这个人心比作水 说人心还不如水 水之所以潮潮是有原因的 人有时候搞事费没原因 这样的作品当然与刘鱼 习当他的人生体验有关系 你看 注资 这首大家也很熟悉 开始 读一遍 这一部分都是不能录音的 录音都是要剪掉的 山上层层桃里花 云间烟火是人家 迎穿金菜来附水 长刀短笠去烧车 这首写什么呢 写生活 写民俗 这就是长江三峡那一代的老百姓的生活 以及他们的生活环境 你看山上层层桃里花 山上都有梯田 一层一层的桃里盛开 云间烟火是人家 怎么知道有人家呢 因为看见烟火了 很高很高的地方 看见了吹烟 由吹烟而判断 原来这里还住着人家 是吧 他不是直接写人家的 直接写人家就不好看 写烟火 给你一些想象 好 然后再看一幅画面 就再看见人出来了 你看 女人出来了 女人呢 银穿金菜来附水 她的手啊 手上带着镯子 这叫 是银做的 叫银穿 头上带着菜子 金菜 银穿金菜来附水 因为她是住在山上的人 她要从长江里面洗水 上去吃 所以往往就用一个瓦罐 用一个瓦罐下山来 打了水之后啊 顶在头上 这叫银穿金菜 来附水 长刀短力 去烧射 手上拿着长刀 带着堵力 短力啊 就是比较矮的堵力 什么叫烧射呢 是一种原始的耕作方法 就是把田里的草木 把它焚烧 焚烧了之后 草木飞 做回料 做回料 这原始的一种耕作技术 刀根火纵嘛 有人说这是一种落后的生活方式 我看落后并不等于不幸福 先进并不等于幸福 你说这妇女 你看多么悠闲啊 还穿金带银的 我这个前年 我也到过长江三峡 我也到过刘雨昕 写住之词的那一代看了 我就没有看到山上下来的妇女 是迎穿金钗的 反而还没有那个时候的妇女 穿得好 是吧 虽然长刀胆力去烧射的男人 没有见着了 但是迎穿金钗的也没见着 所以这就写民俗 写民俗 人家住在山上 山上重重叠叠都是桃里花 环境很好 环境很好 所以人们在这种优美的远离 尘消的环境当中生活 女人带着迎穿金钗 下山覆水 是吧 男人们拿着长刀 带着矮小的独立去烧射 就是这种生活方式 环境很优美 民风很淳朴 人际关系很和谐 这山里的农民肯定不爱搞是非了吗 这搞是非的往往是城里人 人往往是城里教坏的 所以你看刘雨昕她写这首 她就是内心里 很向往这种生活 很赞美这种生活 再看这首 这就更熟悉了 我们就不多说了 用谐音来表达这种爱情 这个刘雨昕的这些柱子词的影响是非常大 它因此而成为柱子词之主 我最近看到广东高教出版社出了一本领南咒之词 它把领南地区历来的咒之词编为一本书 但是在这书的最前边 它列了刘雨昕的咒之词 刘雨昕的咒之词不是写在领南 是写在奎州 为什么把刘雨昕放在最前边呢 因为它是咒之词之主 第一个写咒之词的人 这个人为官47年 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贬折之地度过的 是吧 这个人虽然长期在贬折之地 但是他性情很开朗 他不像白居易 白居易在江州的时候 贬低江州的民歌 说岂无三歌与春笛 欧雅潮泽难为一听 贬低江州的民歌 那刘雨昕不是这样子 他不贬低奎州那一代的民歌 相反他非常喜欢 你看啊 他有一个住之持续 他说四方之歌 亦因而同乐 随正月于来建平 你中而连歌咒之 吹短笛几鼓以复节 歌者扬昧虽舞以曲多为弦 您其因众黄中之语 足章集结如无声 虽唱灵不可分 而寒诗婉转 有其傲之夜 其曲原居远相间 其名迎神 词多笔录 乃为作九歌 到于今今处鼓舞之 故于一座柱子此九天 被善歌者扬之 富于莫 厚之临八语之辩风之志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天下四方的歌曲 虽然它的声音不一样 但是音乐的还是一样的 在正月的时候还来建平 就是现在重庆的乌山县一带 发现那些村里的孩子们呢 李宗儿连歌住之 他还不是一个人歌了 是连歌 还吹短笛 还几鼓 以腹节 就是说通过几鼓 来配合他的音节 歌者扬魅水舞 唱歌的人扬魅 魅就是衣袖嘛 唱歌的时候有动作 扬秀 水舞就是姿意的舞蹈 想怎么跳就怎么跳 你曲头为弦 谁唱得多 谁就是优秀 林奇音重谎中之语 所以古音当作黄中之语 竹章集结辱无声 到了最后的时候 他的声音比较集乐 像吴歌 虽仓促不可分 虽然他很抽烟 但是呢 寒诗婉转 你看我们前面讲的几首柱子 就寒诗婉转嘛 有奇奥之焰 古诗的味道 再来就想到了曲原 曲原的九歌是怎么产生的呢 就是当时他被流放在湖南的 远水乡水一带的时候 发现当地人引神的时候要唱歌 那个歌词就比较笔录 所以他自己做九歌 到于今 金楚古武之 现在金楚一代人呢 还在唱这些祭祀歌曲 唱的就是曲原的作品 他说我也要做柱子词九篇 那些会歌唱的人来传播 所以今后人们听到八语一带的 民歌的时候 就知道哦 这些作品它的来源是什么 变风啊 就是说它已经有所变化 你看这就是对民间艺术的 真正的态度 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敬重 那比白剧义的态度要好吧 你白剧义是个河南人 你到九江听不懂九江的民歌 这可以理解 哦 你听不懂就说人家不好啊 是吧 说偶尔朝则难为听 后来等到白剧义 等到刘雨昕的柱子词 传播四方的时候 他也跟着写柱子词了 那你当时在江西九江的时候 你是个什么态度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步入 不入刘雨昕 这种民间立场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到我们当代有一些 杰出的艺术家像那个王若斌啊 几十年都杂根在新疆 写了那么多的新疆民歌 这就很伟大 这就很伟大 如果大家都待在北京 都待在大城市里面 就不可能有这些美好的作品 问世 你看刘雨昕的这些作品啊 我们讲了四首 是吧 第一首 二首都是用比喻 第三首用白描 第四首用谐音 这都体现了民间文学的精神 色彩鲜明 音间流量 风情婉然 显然是受了金楚八首一代民歌的影响 他还有一些作品 我们就不详细讲 里边说 浪陶沙 莫道残言如浪圣 莫言千刻是沙尘 千涛为你 虽辛苦 吹尽寒沙 死到金 我们说刘雨昕 这个人为什么那样达官 内心里为什么那样坚强 我们通过这样的作品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受到诬陷 受到残言的攻击 但是他内心里很达官说 莫道残言如浪圣 不要说残言那么多 莫言千刻是沙尘 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 被流放的人 就像江里的沙一样的 沉在江底 千涛万里 虽辛苦 经过讨喜 吹尽寒沙 死到金 就像江边上那些讨沙的人 经过千辛万苦 经过千万里 陶子要寒沙 最后出现的不就是金子吗 这表明他自己 对自己人格的信念 对生活的信念 这是刘雨昕 下面我们简单的 讲一讲白居易的词 白居易的生平事迹 我们就不多说了 白居易后来 他也写过一些词 在全塘五代词里面 收了他的词有二十八词 其中就有柱子 其中就有柱子 这不就是学柳雨昕吗 是吧 这个作品 你看我们就会看出柱子的风格 他说 渠塘峡口水淹地 白地尘头 月向西 唱到竹子深夜楚 寒原暗了一时题 那个字就是暗字的意思 暗字 你看他也是 刘雨昕写的 渠塘潮潮十二滩 此中道路古来南 你看他也模仿 渠塘峡口水淹地 这个烟雾迷茫 烟雾当中水气很重 所以叫水淹地 白地尘头月向西 下半夜了 白地尘头月向西 这个时候听到柱子 听到柱子的声音 这个柱子 它声音哽咽 声音哽咽 所以唱到柱子深夜楚 寒原暗了一时题 当柱子唱到声音哽咽的时候 连那山里的圆 树上的鸟 都一时题叫起来 感动了这些动物 由此我们就会看到柱子的特点 你看这个 白居易有四首柱子 还有一首也讲到柱子的特点 说柱子苦怨 怨何人 夜尽伤空歇幼闻 江半水家唱柱子 前声烟淡 后声瓷 这就是最原始的柱子的特点 就是有些忧伤的 我们后来看见的柱子很多啊 都是描写风土人情的 风格很明快 甚至还有很多歌功顺德的东西 就没有早期的柱子 这种忧伤 没有这个特点了 看看白居易最有名的词 是大家熟悉的 易江南 大家读一遍 好不好 易江南 开始 像这个作品 就是写江南 那个时候 在中堂的时候啊 江南得到很好的开发 北方呢 经过安死之难之后 反而陷于经济萧条之境 北方很多的文人 他们都流离到江南 发现了江南的美景 所以写了许多 以江南为题材的作品 白居易 伪装 等 都是这样子 你看 这个作品是白居易 晚年回忆江南写的 是江南好啊 江南 风景就成安 因为他曾经做过 收州刺史 做过杭州刺史 对于江南的风景 他是很熟悉的 当然就是熟悉嘛 好 那江南的风景 你也不可能在一个 短短的易江南里面 把它说完吧 所以他只能选取 最具有江南特点的景色来写 一个就是 日出江花 红圣火 江花就是江岸的花朵嘛 江岸的花 当太阳出来的时候 非常鲜艳 红得像火 甚至比火还要红 所以日出江花 红圣火 春来江水 绿如蓝 春天的时候 江水啊 像南草一样的蓝 像这两种景象 都是北方看不到的 北方哪里有这样 明丽的景色 明丽的山水啊 所以最后还来一个访问 说能不宜江南 能不宜吗 你在两个 日出江花 红圣火 和春来江水 绿如蓝 在长期生活 在北方的人来讲 是很看不到的 所以说这个作品 为什么成为了名著呢 它选择了很好的角度 就是回忆 就是回忆啊 一个是用回忆的口吻 一个是站在北方人的角度 一个是用典型化的方法 我们说审美 是需要一定的距离的 一个是时间的距离 一个是空间的距离 当时的人写 当时的景 未必写得好 有些人到了一处 山水名胜之地 当时就写 未必写得好 过一段时间 回忆一下 沉淀一下再写 那个时候感受又不一样了 是吧 第二个 当地人写 当地景也未必写得好 因为他熟识无斗了 他没有新鲜感 没有好奇心 所以说写作也需要一定的距离 不要马上写 现在有些人动不动 就说我们要反映当下的火热的生活 我跟你讲 这是违背艺术规律 当下的东西都还没有好好的体会 没有好好的认识 怎么写当下 你看二十多年来写改革的作品 没有几个是成功的 改革这个事情 要等以后再来评价 但是我们当代就有很多作家 就是赶时髦 跟风 有些人当搞大约经的时候 他就写歌颂大约经的 搞人民公社的时候 写歌颂人民公社的 搞文化革命就写歌颂文化革命的 搞改革开放就写搞改革开放 一辈子就这样跟风 到了晚年的时候再一看 没有一个作品是有价值的 像李准啊 柳青啊 这些当代文学史上 大家经常讲的 你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 他们那些东西 那叫文学吗 是吧 他没有经过历史的沉淀嘛 所以李准到晚年了 他后悔啊 到晚年后悔 但是有一个人死不悔改 谁呢就是浩然 浩然写 艳阳天写 金光大道 完全的跟风 一到晚年 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这就是马克思 人们通常讲的 让他带着花干颜的头盗 去见马克思吧 他就不知道自己是错误的 这死不忍 这是最可悲的 是吧 浪费了 浪费了他的才华 浪费了读者的时间 浪费了国家的钱财 可能他印那么多书 所以写作要有一定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 有了一定的时空的距离之后 还要善于选择典型的形象 你看日出时的江花 与春来时的江水 这种色彩鲜明 姿态有妩媚灵动的物象 是气候温暖时运的江南所特有 而北方很难见到的 最后还讲一首《长相诗》 这也写得很好 你看 这个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师父 一个女子 遍水流 湿水流 流到瓜州古豆头 无三点点筹 这说明他所思念的人 是先沿着遍水 然后进入到湿水 然后到瓜州 最后到江南的嘛 所以他沿着他爱人的足迹 一路地追寻过去 在遍水流 湿水流 这遍水它是起源于河南的巡洋 流进开封 然后到江苏的徐州 然后转入到湿水 湿水的是出自山东的蒙山 然后流进江苏的淮阴 住于淮河 你看在瓜州 大家知道 瓜州在江苏的寒江县的南边 长江北岸 吴山点点筹 这吴山点点筹很形象 一座一座的吴山 就像他的装点的筹序 诗悠悠 恨悠悠 恨到归死方死绣 一直要等他所思念的人回来之后 他就不是那 月明人一楼 这五个字非常美丽 一幅美丽的画卷 一幅美丽的画卷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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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